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来到默克的影音小学堂之HPLC分析小教室 常接触HPLC的你一定知道 要做出一个完美的风行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然而当我们辛苦做完夜上晨曦实验 却看到风行图各个起形怪状 东歪西岛 该有风行的地方没有风行 不该有的地方又偏偏有 你是否曾经困惑 咦 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我的风行图都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呢 我们知道有许多变因都有可能造成问题风行的产生 今天就让我们用四分钟的时间 带你了解HPLC专家经验里最常见的四种问题风行 以及梳理这些风行的产生原因 让你快速成为HPLC风行小达人哦 首先 一个风行的产生 与化合物抵达侦测终点时 所被侦测到的时间与强度有关 在正常的情况下 风行左半边所记录的化合物在管柱内的运动轨迹较短 而在风行右半边所记录的化合物在管柱内运动轨迹较长 正常的风行风力且左右对称呈常态分布 然而这四大常见的问题风行 皆显示了化合物抵达的时间 并不是成正常的常态分布 风行托尾 表示一部分的化合物先到 另外一部分的化合物却在管柱中停留了过久才抵达终点 导致风行后半部分好像长了尾巴一样托尾 在承袭过程中有几个常见的原因可能导致托尾 可能是因为部分的样本与管柱等活性部位产生了其他的作用力干扰 或是不适当的移动向PH值 让管柱或者是铸田料中的硅胶基值 对某些化合物产生不同的吸附与分离效果 也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了不适合或老化的管柱 当管柱内的铸田料粒径、急性等物理化学性质 无法提供足够的吸附与分离效果 也将导致化合物在流经管柱时的时间长度不平均而导致托尾 风行前身FRONTING 表示一部分的化合物快速流过管柱提早抵达终点 另外一部分的化合物则以正常的速度抵达 导致风行左半部分向左伸长 最常见导致风行前身的原因是注入了太高的样品浓度或体积 而造成管柱的过载 一时时间无法分离过多的样品因而提早流出被侦测记录 风行分叉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保护管柱或分析管柱的入口发生阻塞或干扰所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管柱内填料塌陷造成柱内间隙体积增加 或是样品溶剂与移动向的急性不相容 让化合物在沉吸过程中发生干扰 最终呈现风行分叉 鬼风 Ghostpick 通常存在在不应该有波风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注入器或管柱污染所导致鬼风的产生 或是在前一次的沉吸中并没有完全跑完就结束实验 或位于每次分析之间冲洗注入器 导致样本里存在前一针未完全冲出的波风 而干扰了该次的沉吸结果 以上是HPLC实验中最常见的四大问题风行 你都学会了吗 你最常遇见哪些奇形怪状的风行图呢 在改善风行图时 你最先会考虑从哪边下手呢 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参加问卷有奖侦答活动 若有任何跟HPLC相关的疑问 也欢迎你加入默克LineAd与专家互动解答 让我们一起成为HPLC小达人吧